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是凯宇 你有没有看过一种伴侣 明明很爱对方 但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很常发生冲突 而且两个人只要一吵起来 说话之难听 态度之凶狠 就像看到仇人一样 他们的情况好像是两只相爱的刺猬 每一次想要靠近 抱紧彼此的时候 都会把自己和对方弄得遍体鳞伤 我有个学员和他的老公 就是这样的典型 他和老公最近刚结婚满十年 彼此都很爱对方 看他们平常的互动 如果不讲的话 你真的会以为 他们是还在热恋当中的情侣 可是他们的相处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容易因为小事起争执 比如说垃圾袋有没有铺平 洗衣栏里面的衣服要多久洗一次 东西用完有没有放回原味这一类的 而且他们的争吵不是一般的抱怨跟碎念 而是会大吵到邻居来按电铃的那种 有几次甚至于还差点要离婚 我的学员就说 他和老公其实都很爱对方 不然也不会好几次吵到要离婚的时候 及时的踩下了刹车 但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经常会掉进这种不断吵架的回圈里 一直到他们听完了 以白老师的线上课程 我们再爱一次 他们才知道问题发生在哪里 他就跟我分享 课程里面让他印象最深刻 也很有帮助的 那就是失控对话的关系地图 在听课的学员要先想一个 在关系里经常发生的争吵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负面经验 接着透过关系地图里面 七个未完成句子的引导 帮助伴侣从系统的角度 检视关系的恶性循环 这七个句子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 每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无法从你那边得到安全感 这个问句的目的是 找出负面情绪的刺激源 它可以是对方的某一句话 某一个表情 或者是某一个行为 第二个句子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比如说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有 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 或者是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有 我不够好这样的想法 提醒一下 这个部分要尽量聚焦在 关系的痛点上 也就是说 对方的行为举止 对你造成的影响 而不是你对于对方的批评 第三句话 随着这种情况 不停的持续和重复 我的心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如何呢 在这里 以白老师特别强调 在描述心情的时候 要关注你的深层情绪 什么是深层情绪呢 大部分的人在争吵的时候 情绪是愤怒的 但愤怒只是一种表层情绪 它是为了掩盖 其他情绪才出现的 这些被掩盖的情绪 可能是难过 焦虑 孤单 担心 而这些藏在愤怒底下的情绪 就成为深层情绪 比如说 太太请先生回家的时候 顺便买盒鸡蛋 结果先生忘了 太太生气的说 你很夸张耶 每次都这样 叫你做点小事都做不好 太太表面上的情绪是愤怒 但内心深处很有可能是因为不被重视 而感觉到难过或挫折 在亲密关系里 表层情绪就像是沟通的烟雾蛋 让人看不清楚自己和对方的真实感受 所以好的沟通一定要练习 觉察彼此的深层情绪 再来 第四个问题 我经常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比如说 每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会沉默不语 或者是和对方争论到底 第五句话 我这么做 是希望可以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在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的行为反应不外乎两个目的 一个是保护自己 另外一个是希望关系变得更好 而第六句话 可是我也发现到 好像每次我陷入这种互动模式的时候 你似乎就会开始做出怎样的行为 而那个行为是我不喜欢的 这个问题描述的是对方在冲突里的回应模式 在写完之后 你可以顺便回去看一下第五题的答案 你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反应 很有可能不是我们原先想要的哦 第七句话 结果就会变成我越这样 而你就越那样 于是我又开始这样 然后我们彼此没完没了的一直重复 最后两个人都困在痛苦挫败和孤单里面 这七句话所构成的失控对话的关系地图 他可以提供一个具体的架构 让你可以用来把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经验串联起来 也可以让你用来探索跟理解对方 在关系里面他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我的学员听完这个部分的课程之后 他就和他老公找了一个经常会发生争执的事件 各自完成了自己所看见的关系地图 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学员写的内容哦 第一句话他说 每当你生气对我大吼大叫的时候 我就无法从你那边得到安全感 第二句话 每当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这样的你好可怕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要离开我了 我还能够依赖你吗 第三句话 随着这种情况不停地持续和重复 我就觉得越来越孤单 觉得你根本不懂我 第四句话 我常常会用带攻击性的语气 回应这样的你 第五句话 我这么做是希望 你不要再用那种方式跟我讲话 第六句话 可是我也发现到 好像每次我陷入这样的互动模式的时候 你似乎就会越来越大声 越来越激动 甚至于摔东西 第七句话 结果就会变成 我越反驳你 你就越激动 于是呢 我为了吵赢你 又说出更难听的话 你就会更生气 越吼越大声 然后我们就这样 没完没了的一直重复 最后两个人都困在痛苦挫败和孤单里面 就在我的学员跟他老公完成关系地图之后 他们发现了两个生气的事情 第一个发现是 他和老公虽然还是会吵架 但是争吵的时间明显变短了 他们以前吵架至少会吵个二三十分钟 但现在大概两三分钟 他或者是他的老公 就会有一个人先觉察到这个恶性循环 开口说 你看我没有卡住了 跟以白老师的课程里说的一样 而第二个发现就是 以前争吵的时候 学员看到的是老公骂我 而现在 学员他好像开启了一个上帝视角一样 他看到的是 他们两个又一起卡住了 他发现 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 同时看见关系里面的两个人 也清楚地看见 他和老公在每一次的冲突里 各自贡献了什么 他们是怎样一大一唱而走到这里的 我的学员就说 他很庆幸自己加入了这门课 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 而今天透过我们学员的案例 来跟你分享 这是以白老师课程里面的一小部分 利用失控对话的关系地图 辨识出关系里面的恶性循环 如果做到了这一步 你就能够在你们关系卡住 冲突进一步升级之前 及时地踩下刹车 虽然要从不断争吵的恶性循环里面跳出来 这只是第一步 后面还有五个步骤 他们分别是指出自己的行为 分享自己的感受 承认你的行为会影响到对方 探索另一半的深层情绪 还有站在同一阵线 这些部分呢 在课程里都会有完整的引导跟说明 而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学员一样 在关系里面有更多的前进 欢迎加入以白老师的线上课程 我们再爱一次 现在加入就能够享受最早鸟的优惠1999 这个优惠直到8月24号晚上9点就截止了 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哦 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